非常感谢云飞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 感谢云飞 再见 感谢 走起来 拜拜 哎呀 真臭美的 来 亲爱的 那接下来要几号 二号是吗 我觉得她肯定不会在她意料之中 我感觉 男是女是 您是先生还是女是 该来个女士了吧 跟你一样 是不是我的同学 想跟你成为同学 那还不是我的同学 那好 女生 你是主持人吗 或者只要不是歌手的其他行业 比如说主持啊 演员 我做过主持人 天哪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这个问题好啊 经常见 我都蒙全了 你是跟我一样是歌手对不对 你是歌手吗 和我一样的风格 经常见和我一样的风格 就是载歌载舞型的 阿多爱戴不太可能 不经常见 因为好久没见了甚至 龙美子吧 龙美子 好 五 四 三 二 又没对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无论是雅 欢迎 谢谢 我帮你到我高里去了 这个太难猜了 太意外了是吧 太意外了 我们经常在 我们直播间里面 对 我们直播间里也确实经常见到 对啊 但是 你们俩 好像边唱边跳 我觉得你好像唱得更多 马拉丽天 天啊 哎呀 我的天啊 我那么一堆那个大麻们 对对对 就是阿姨啊 她想到就是她的那种唱跳的风格 风格对 你们演出说会经常见吗 经常见 经常见 是吗 经常见演出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王荣是给我们这些唱跳型的歌手 开出了一条路啊 哎 他跳得太棒了 我有时候经常看我是怎么练的 这王荣啊 嗯 这这这舞蹈跳得特别棒 唱得特别 而且 你要喜欢了你都能跳 嗯 喜欢的话就能跳好 我就会这个就这个 我估计跟那个王老师 我们俩都是这个级别的 不不 这感觉好 我是专业的春晚的鞭舞 你跟你这 鞭舞地的跳啊 你就跟我往一块扯的 真是的 人家乌兰特亚在春晚上 人家跳得也很好啊 对啊 那我 我这是编舞级的 我们像狗狗狗狗一样的跳 对 我跟王荣是一个级别 哎呀 那你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来 咱们四个人一块跳一下 到时候咱们评比 五 六 七 走 哇 蓝蓝的天 这是啊 飘 飘 飘 啊 这是什么 不是 我看电视台 出现两方会的导演 应该把他们俩放一起 但是我们俩其实都是那种热场型的歌手 对 这个时候 其实我刚才表达的都是热场型的歌手 热场型的 对 但是导演像王老师愿意把我们放在开场 对于王荣来说 它也是一个过程 最初的时候你有想过自己就要做一个唱跳型的歌手吗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边唱边跳 然后因为边唱边跳 我曾经有一次的比赛搞砸了 怎么砸了 因为那个声音嘛 就带着这个东西掉了 没声了 比赛你不可能重新来 你知道吗 所以那场就输掉了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我就知道如果我要唱跳的话 这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所以从那以后呢 有一段时间可能我就消停了 就不掉了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被人称作是神曲歌后什么什么的 这个其实我13年吧 算是我13年开始有一点点小转型 因为当时那个咱们的网络已经非常发达 然后我说因为我又喜欢与时俱进 就是我性格就是喜欢不断地变 不断有求心 所以我说不行 我也玩一首 我要来一首特别绝的 来一首就是中式英文的一首歌 然后从那首歌开始就越来越神 然后说不行 这玩腻的玩另外一个 再玩一个 然后小鸡 小鸡就变成了一个爆发点 所以就有了这么几年的铺垫 其实这个神曲在我的概念里 我觉得我没有想过给自己定位神曲 我只是觉得好玩 我们其实做一个也是同行 然后还都是女歌手 但是我是特别关注王冗的 然后从他身上就觉得是那种精神 特别刻苦 特别努力 然后就像他说 又得学唱 又得学跳 我说这个怎么弄啊 唱得好已经很不容易 然后又跳 太不容易了 对吧 就是闲不住 闲不住 对对 我觉得 aaa 错了